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讲了善 悟 浩 现在讲哉 我常常跟学生 跟熟的朋友在讲 说《论语》20篇 然后它有五百张 一万五千次 整个对人生最有作用的是什么 有两个角度 一个是用在你活的时候 跟人相处的时候 察言观色 第二个 用在自己身上 哉 哉在《论语》第十篇呢 第七章 哉必有名一部 哉必辨识 居必谦坐 居必谦坐 哉就是哉戒哉 就是你的身体要干干净净 身心灵要清净 比如我今天早上起来 我坐在船上就有凉血压 因为冷了 那我脑子还在想事情 就一看183 185 我就好吧 再量一次 然后就放空 不要想 就是167 收缩压差15 就是一个念头 就马上量的啊 所以 因为我早上起来要来战斗 所以我的血压那种天气冷却 会高到170左右 那这个就是身体 所以SSABCD 我常常在讲呢 S就是睡觉 Sleep最重要 那A就是Alcohol 就是饮料饮食 B就是体态 灵巧不灵巧 C就是Secret空气 D就是Diet 饮食灾界 所以这个在现代医学里面 它对高血压 对身体都很重要 所以Diet跟B呢 Body你的Shape 所以灾必有明义部 明义部就是你穿的衣服啊什么啊 就是要有干干净净的 让你轻轻松松的 不要很沉重或者很不舒服 灾必有明义 灾必便食 你平常吃 喜欢吃了 现在就不能了 应该要吃干净的 吃怎样 忽食不能吃 甜食不能吃 OK 这是确定的 居必迁坐 然后居呢 你就是地方 本来草草闹的地方 就要找干净的地方 所以我跟徐老师讲 昨天来看徐老师 我说你如果壁谷那两天 他两个礼拜一天 你自己断食两天的话 你就是 就是要 灾必有明义部 灾必便是居必运错 那第八章更漂亮了 第八章 我一口气把它念完 再讲几个重点 食不厌精 愧不厌精 食衣而哀 余瘾而肉败不食 色恶不食 秀恶不食 食人不食 不得其将不食 肉醉都不食 只顺食 为久无量不急乱 既宜宫不舒肉 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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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摘如也 所以在罗云里面 他看到的摘 就是这么的察言观色 你要去看 色而不识 秀而不识 这就是察言文 察言观色 色是看 察言不只是你听他的眼睛 听他讲的言语 言以足智 文以足 言以外 你要看 要听 所以多见而知之 知之誓言 摘既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而改之 这三年行必有我神 盖尔不知而作之 我闻事也 多闻摘既善者 而知之 知之事也 那论语呢 他的可爱呢 就这么点点滴滴在我们的心头 那下礼拜 我想可以考量去讲讲 孔子于乡党寻寻如 事不能言 因为一次讲太多 我脑子也不好 听得也很乏味 那里面最重要是 鹿宫门鞠躬如 设施上的鞠躬如 直规鞠躬如 他的私提语言是什么的微妙 下礼拜或下下礼拜我们再说 今天到此为止 谢谢